被施省南部沿岸地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期间 受到大雨的影响 多个地区出现洪水和泥石流的灾情 其中有高桂林的房屋就被冲走 原本失踪的女屋主经已被证实死亡 另外在温哥华岛也有一人死亡 郑嘉宏部导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中午过后无来 高桂林Corello一处的房屋租泥石流冲走 女屋主失踪 高桂林黄家骑警表示 搜救人员在星期日傍晚发现她的尸体 身份已确认是57岁的Sonya McIntyre 生前是满地堡Aspenwood小学的教师 校区表示Sonya是被受敬仲的教师 将为学生私身提供支援 而由于泥石流目前Corello仍然封闭 另外温哥华岛Banfield地区 星期六发生洪水灾情 警方接获两宗失踪报告 之后通过手机信号定位 派出直升机进行搜索 其中一名失踪者的车辆被发现 完全移木在Sarita河之中 司机被发现死在附近 随后警方也在Sarita河中 找到第二名失踪者的车辆 司机被推定已经死在车里面 新时代电视 郑嘉永报导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